女星顺便困扰 哥哥千奇百怪 女星人啊 没有办法瞧 今天那个鬼叫 我会觉得 真的被鬼叫 然后就是 演习不够啦 很多十年 她不不找后面的原因 女星人之后才发生说 是假抗的问题 但其实假抗其实是 非常的危险 有时候女星她会跳到 跳到快了 今天晚上十一年 从此大小姐进化论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我演的角色是纳豆嘛 还是比较憨憨的角色 然后我说 我真的 我会不会头发剪了之后 变得有点比较帅 不适合这个角色 然后我是认真在讲 因为我担心 就那个形不一样 我就说 纳豆啊 你知道吗 全部都要勾个啊 什么都要勾个啊 那我真的要勾勾的 那我等一下去剪 那个很好 很好玩 我觉得真的蛮好 她的眼影是蛮厉害 可是她有时候 在我们的那个 二十年前 她的动作 肢体动作比较多一点 踹屁股 比方说我们戏演的不好 怨气啊 过来啊 都过来 那你就过来 转过去 棒一踢 滚 你叫滚 你叫走 我们有被她踹过屁股 真的 黄金屁股 对啊 以前 以前洪哥还穿过古装嫦娥 去买那个面线 干面 我试牌 我试牌啊 我试牌啊 为什么 我演 我演青蛇啦 那你又不能道具是吧 那白蛇 在那边有个青蛇 一个白蛇 我演青蛇嘛 白蛇是杨丽依嘛 那他中午到了 他说我今天不要吃便当 我今天不要吃便当啊 我要吃干面 那小郭 好像是演法海和尚 然后每个都有角色 你知道吗 所以工作人就算我一个 我一看 嗯 好像要去的只有我一个 我就说我穿这样 去帮你买干面吗 好 就这样就去了 有种好贪心的 我就穿着青蛇的衣服 长髮飘逸 骑着我一直 叭叭叭叭叉 我骑到面摊 还进入华士门口的 长髮飘逸 裙子飞起来 很热叭叉 七月半怎么有个鬼 这样子骑过去啊 很恐怖的 叭叭叭叭叭叉 我穿在那边买面嘛 我摸这一挺我走过去 那个下面的老板 要抵啥 嗷 你给我打开 你不是卸完桌再来买吗 这个没有穿 穿那个 那个衣服的来 我说 你不用怕 你快跟他拥拥回去 回去我就要交差了 然后回去棒棒棒又骑过去了 所有人都在抗尾这样子 然后回去买了干面 回去之后给韦中哥说 韦中哥讲说 嗯 不错 这关过了 你就过了 你是不是自己想吃命啊 要扫了 他说我有没有勇气穿这样子 去帮他买东西啊 在考验我 其实韦中哥 他会设了很多的关卡 让你一块一块过 对 有一天很严肃的在吃便当 然后他看我 因为我的是那个排骨很小 炸得干干的 他是一只很大的鸡腿 所以 有一天 你敢从我的便当盒里面 把鸡腿夹走 你就红了 那我们不用夾 那我们要夾 那我们还是要乱夾 还是以后好了 哎呦 我的眼 对 他一直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你去超越 你所有的感觉这样子 真的 但我们现在聊到这个 后来的这个 黄金夜总会对不对 亮哥后来这跟PONG合作 已经是黄金夜总会的时候 不是 黄金夜的是PONG 五母将 五母将 没有 就是三立还没有盖这栋大楼以前 哦 东宫 这属于这个录影带时间 PONG合作的录影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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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G合作的录影带时代 应该是阶层他的这个异波来的 我们三厘的总经理啊 不要看他 他是我们的总导演啊 张总你会排戏的 你在三厘讲这个好吗 是不关系 讲清楚啊 讲清楚啊 我们所有的戏啊 本来讲说这个人 是斯斯文文的 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人 他是总经理 可是付我们钱的人 求不来表演 他会排戏 我们现在讲本不可能 就是这样 他是很有才华 我们演的很多短剧 都是他亲手排的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摆不凭谁 贺一航有时候不太准时来 那余大哥也很难搞 那本家现在也有他的想法 洋方更难搞了 对不对 没云的好法 都一群难搞 只有我最配合 两哥最好搞 因为我烦得最小的 烦在看 就是张总一站在那里 快来排了 他就 排完了 排得非常的顺 大概我们有 十之八九的戏 都是他排的 非常有才华 所以我问一下 所以当时这些 这种短剧啊 里面即兴的东西多吗 很多很多 那有时候 像Ponco就 小Bridge 他就会跟 比如说凡的歌 或者喝大歌 他们就来一段 歌中剧 很快的 他们在那时候的磨练 其实对他们来讲 都是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那我是比较懒惰 比较懒惰 他们叫我怎么演 我就怎么配合这样 其实他们那个年代 都是很即兴式 因为录影都是这样很快 而且录影带时代 你赶快录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 让你太多人在那边等待 说来就来 想到台语歌有个好处 台语歌是有情境的 然后一情境就很容易 比如说演个海军故事 这个歌就有 这个 蝴蝶 蝴蝶人 蝴蝶人 很快就均入状况了 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 很好笑的爆笑喜剧 然后大家有反串啊 有没有 扮女生的扮女生的 很快就变成一个短剧 都不会卡到吗 都是即兴 有人会救啊 碰狗都会救啊 我告诉你啊 导演叫你去演啊 没有告诉你怎么演啊 叫碰狗自己要发挥的 真的要自己发挥的 自己救自己啊 就靠自己看有什么东西 就丢出来这样 还好啦 常见没有经过这一段 对啦 这要经过短剧的模练 真的是很酷 要去练一下 是啊 其实我非常感谢碰狗 因为呢在伟宗哥那个时代 经过强力的这个压迫之后 到了碰狗这个时代 碰狗呢后来就跟 跟他到秀场啊 工地秀什么 到处去跑 那碰狗呢 只要删两句话他告诉我 我就听得懂了 我就开始去发挥了 后来到了黄金人会时代 碰狗几乎 那个那个编剧 讲了半天我没听懂 那碰狗 真的我没有变地哦 我经常跟编剧讲说 你发挥你编剧最大的效用 好笑哦 他这个说话艺术是学伟宗哥 这是一个意识 这是一个意识 这是前朝的这个强害 但是呢因为碰狗呢 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这很简单 待会你就进来之后呢 因为有两件事情要爆发嘛 一开始就是他们家庭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金钱的问题 那这两件事情你解决完了 你就出去 这样懂吗 懂 这样就懂啊 他没有讲完 那个编剧到现在还 说不要不要讲 我没有讲谁 我没有讲谁 编剧是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彼此三章 编剧在旁边蹲着报告 啊顺哥我跟你讲了 呃 回话 啊我好爱你哦 少来 这是真的呈现 但那个句是这样的 你讲那个我听不太懂 好不好 你待会要叫碰狗跟我讲就好了 那你去发挥 你编剧最大的效用 去帮我倒杯水好不好 谁受得了啊 真的 没有他现在也很强啊 啊他当下 他现在还活着吗 现在 就我有快罪 韦中科给我什么吗 完全没有 他也没有快罪我啊 你有 我们有说到侯伯家吗 啊 不是他啊 你们知道他吗 他很有名的 T3有零龙啊 大编剧耶 对啊 他也是从小编剧 变成大编剧的耶 所以当时T3有零龙 这个是到底是怎么起的 因为其实T3有零龙是 大家心目中的一个经典 很厉害 是怎么想出这个东西 当时要要找新的 找寻新的单元 那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包括叶教授等 都从那边开始发想 对 然后在后面 八九四台 八十几台 我们就看到了 某某玉玲龙 两个真正在弹唱 对 真的是有这个 就把那个拿来 玉玲龙 然后他两个叫做 薄朱和薄贵 薄贵啊 倒并 自薄贵贵贵 对啊 可是不能名字照抄嘛 那叫什么玉玲龙 刚好以前拍一个广告 在蓬公园 嘿嘿 撤到哦 撤到哦 撤腮吧 他就跟那个 撤腮 撤腮 这样就来了 就完起来 就开始了 因为当时这个盛况 这个是还有很多节目 都专门 有人在模仿你们的 然后是什么的 现在的名字还有 现在都 我那时候学生时代 我都参加过比赛 我得到越冠军 有有有 你那段都有看到 对 对啊 好深邃哦 对啊 这个是我大学时代 那时候 因为我是戏剧系的学生嘛 然后我去 电影台去比赛 然后我们得了名字 我们还在到处接活动 就用这个在赚钱耶 哎呦 哎呦 这时代这个都好钱 月铃龙旋风 连诺贝尔奖得就有兜风 全世界诺贝尔得奖 那你们喔 T3有领动 对 我就看到前面 左右正排的 全面都是涂着这白白的 太感人了 白鼻青动物呢